恶搞 指的是在已有资源上进行再创作 使原本的格调和范围转化为搞笑元素 某些形形下可约等于官方满梗和致敬 使各大影视文学作品里常见的幽默形式 使创作人脑回路超像承诺的深浅 恶搞力度也能分出个慈丑阴谋 所以要整咱就整点硬核的 来一波大伙最喜欢的春竹关无内鬼 战力大司逼 狠狠地拉扯一下动漫的恶搞领域 谁是进里哥 谁是冲击波 谁是冒充职业选手 谁是伟大无须多说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片 有些作品里 这个角色玩得更 另一个角色不一定会懂 业界通用的恶搞秘诀 就是恶搞台词由观众 而不是角色接收 就像这位奈亚拉托提普 又名奈亚子 一直能徒手似恶魔的硬核狠娘们 一拳下去强手烈炉 一脚下去鸡肺蛋大 物理学圣剑在手 哀死来了也发抖 能打能说能卖忙的同时 还是个教科书籍的玩耕达人 恶搞范围以歧视梗为重心 以劳动化为半径 化圈范围内 贴花乱坠本的秘笈更轰炸 但是只轰炸观众 观众看到到那个梦开始的变身 看到到台词里明示的DK的 看得到把卫增堂喝出 葛城眉里的戏事 然而对男主来说 他只能理解到 还这就是逼的人 积极积极 当一个孤高的骑士厨 不可怕 可怕的是让你一个骑士厨 看见另一个骨灰级骑士厨 还是射牛刺 还梗毛 能抱大腿 能给你做饭 还插你身子 和你贴贴 有交无二的 JK白毛美少女骑士厨 请问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有的烦让你感受质朴的青春 有的烦让你感受甜甜的爱情 而有的烦 从头到尾给你的感想 就四个字 无道不顾 所以说 你这种烦能叫烦吗 那明明是 相绑的生活 现在继续 正所谓一切游戏的最高配置 不是送上半位的4090 而是四个陪你奋战到天明 然后一整片 第二天早餐店 还能补五人吃五桌的中华好队友 恶搞的精髓就像是相声 有人接梗 才算是完美的包袱 人生的狂喜时刻 就在于他相遇固执的同时 你一句宫廷御月酒 他答一句一百八一杯 我们是同志了 学生会的一己之间 花生在区区一间 业界通用八场里 一男独斗四女的 不可一会 不可言传的奇妙故事 三骑剑 一位敢在女部员面前打黄游 敢两分钟内 跟三人高强度对线 敢把后宫列表写满整整四行 却至今没有被神圣分离者的 业界神人 那么他和他的后宫团 就必然共用一条 千载难逢的闹回路 毕竟 如果你说一句七星龙谷 他当场激发暴起剑王水 你作为一个柴刀含量拉满的演绎 他会一句 像海猫多过像寒蝉 我靠思一波 不会被迫害的那位团长 他直接往脸上 胡一张禁止事项 这他妈简直就是 高强度网络冲了人的梦中情话 堪比一个铁杆纠处 遇到了下串真凉 五星上将迈克阿瑟曾说过 一个合格化搭子的最高标准 就是永远不会让你抛的梗 掉到地上 与其单向输出 不如双向奔赴 恶高的高级境界就是四个字 成分相同 场景角色台词 巨型设定音乐 流传后世的万额之源 都需要这些元素 交汇组合才能成立 然而恶搞不同 高端的恶搞 汪汪只需要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不生产梗 我们只是梗的秒改功 毕竟想要不生硬 不尴尬不胡来的 把场景复刻出来 也是需要点真本似的 就像前面的 公立海老七川天门部 这名字正他们难解 恶手机开头 只需略微修改替换 就已经是生草的极致 星始见了都想给你老全 这部恶搞达人级的动画 最擅长的就是情景复刻 从经典的黄道十二宫闯关 到超赛初登场对阵弗里萨 从台词要点到剧情把控 到暴肿流程 紧抓每一处细节 甚至连酷灵祭天 法力无边都没落下 恶搞还原度堪称业界的 森趴森头 这有一套 也正是那些擅长玩演出的 监督最常用的恶搞小妙招 有九旺先生新房招之 恶搞明日香大战量产机 也有笨蛋测验召唤兽 大找新致敬初号机 手撕三号机 更有游戏人生空白兄妹 从坐姿到台词 甚至拟生字的完美还原 到了这个层级 离最高级的恶搞 只差一号 但却还有着质的区别 就像这样 讲道理 最近不是很想看到这俩字母 有道是打败你的 往往不是同行 而是跨界 当远古选择进场收割时 任何恶搞专业户 都得给我往后烧一烧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偷他们字缝里 看出四个字 全他妈是致敬 当一个IP 把致敬自己 写进编剧教会书 每一步都从不缺席的同时 观众还追着 撵着给买单 那么 这才叫恶搞的最高境界 我既生产梗 我也是梗的苗改功 正所谓 普通操作跨行恶搞 高级操作同行恶搞 顶级操作 就是自己恶搞自己 远古一向申明 这其中的大刀之力 观众不必扑害角色 我官方自会出手 所以你平躺时 我必须on your life的 你放火系魔法时 我必须凑上去脑子一热 你到关键时刻 就必定遇到变身器特色 多年以来 早就让这般人 把致敬之道融会贯通 放言整个业界 远古都该喊一句 骑士略输一筹 战队稍训算分 动画大厂们自愧不辱 但是 除了金阿尼 京都动画多年来 为我们带来 许多个性鲜明的男女主 而众所周知 连动与致敬 是属于经典作品的独门特权 所以你可以在 中二变也要谈恋爱里 找到玉子家的店 可以在可莱奈爱里 找到丘子阿姨的秘智果酱 在其全精阿尼 玩耿之力与余生的作品 幸运心理 找到各种自玩自耿的 高级恶搞现场 就像第十六集 声优片岭的精分时刻 而这种场面 当然也少不了 画风完全不同的 凉宫春日传舞 正所谓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星中 在每个历史悠长的领域 总会有极个别的 论外存在 向上就高速不胜寒 向下直接降维打击 但凡把含金量量化 都让你觉得 策划在瞎狗吧 天数日 这种存在 我们一般称之为 战地天花瓣 在恶搞的领域 一例与此 印制店的就只有 一例与紫禁热店的 就只有 一例与紫禁热店的 在每个月以下 一直走 在每个月上 在每个月上 都安装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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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接对126集进行1比1复刻 分镜还原 抬词总线 角色替换 声优正确 活活让他整出一大段新巴基补完计划 而在Omede都名场面出现的那一刻 所有的生草至死达到了高潮 这包估计已经不是华贵能解决 怕不是监督要亲自上门全裸土下做了 可谓是玩耿玩黑了根本不要命 但你说的对 这就是业界T0级恶搞之神的汉金亮 业界近百年来前无古人 后也不一定有来者 但一定会有超勇的挑战者 就像幻塔的最新宣传PV命体与魔法 以拖线性眼睛将布勒威的项目汇报为主题 上演了一出恶高含令拉满的生草泡面番 只见伊瓦经典字体下 白底黑字大屏幕迎来主角登场 布勒威拿着摇呼吸冒充贝塔膜棒 给大伙来了一出还原度满分的魔法少女变身 顺便还致敬了斩服少女同款的实体字 同时还不忘给大伙安排个 使冷风格的赛博嘴皮帮忙吐槽 之后的耿轰炸更是密密麻麻 我给你们算算 从痞子的新甲面骑士 到大有克养的经典神作阿基拉 从艾斯奥特曼的旋转变身 到龙中肌扭特种部队的亮相姿势 镜头结束还致敬了下超级战队的传统艺能 唱名后炸地板 几个分镜之间把各大业界知名IP挨个恶高一遍 最后定司令首饰瑞屏的上司旁边那俩憋笑演出人 完全就是我看这段PV时的真实表情 而且这帮人连自己家的bug都塞一些恶高了 作为一名老二游玩家 什么场面在下没见过 但这种场面我还真没见过 一顿疯狂荣耿之下 也让人对布拉威这个角色印象深刻 不说是二游界银丧 也差不多能算二游全此方了 而且回顾一下幻塔之弦的PV 果然这种恶高力度拉板的创作风格 还真为数不少 这年头新角色帅不帅撒不撒的 大伙都看的太多了 说现在恶高赛道强占先机 才是真正的遥遥领先 更能让大伙狠狠地记住这个角色 希望日后制作组请务必在恶高领域加大力度 就好官方玩抽象的这一口 不要停下来呀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纯娱乐恶高战利宝分集的全部内容 这期也是稍稍换了一下玩家风格 感觉舆论性话题用半途操事杂谈会更有趣一点 喜欢的话请客播一 以后我在这方面就加大力度 最后请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